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瞬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Carmen 還有我身邊的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大家好 我們今集就講講飲酒這個問題 大家都應該留意到 現在買酒的地方 其實越來越多 香港人喝紅酒這個習慣 好像普及了很多 另外年輕人可能喜歡去酒吧 喝啤酒 其實飲酒適可而止 就不錯 但是如果過量了 就會引發了一些成癮 瘀酒這個問題 袁醫生 其實我們有沒有一些方法 可以界定我們是 怎樣成癮 喝酒這方面 有沒有 其實這個問題 在香港 大家都知道背景 因為想著錢不要被倫敦賺了 不如香港成為一個酒的品嘗 或者藏酒交易的中心 唐英年就說 將我們的酒稅全都取消了 香港人突然有很多紅酒和白酒出現 亦香港人開始學會品嘗酒的文化 我每次去外國 例如我最近去倫敦 我記得在周末 星期六的時候 你見到街上很多年輕人喝酒 喝得很吵 水分分 波里瓶 亂飛的地方都看到 在歐洲 很多時候看到街上 很多醉酒的人睡在街上 在外國、歐洲和蘇聯很常見 但是在香港 我經常有種感覺 這方面好像不太確實 有時候覺得 中國人的體質是否不同 因為醉酒、醉酒的問題 可能會不會那麼明顯 中國人其實喝酒都不少 我以前的香港中國人 我記得一輩子說 我們去喝酒 去宴會 那些人就會喝得很厲害 喝一些是很烈酒的 但是在我們的生活上 我們真的不是遇過很多人 是因為喝酒問題 導致生活上出現問題 表面上好像都不是很多 但是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喝酒 過量喝酒 會導致很多什麼問題 有時候都看到家庭的關係 就是朋友的關係 可能是喝酒 金錢和法律的訴訟糾紛 喝酒的人很容易抑鬱 或者是焦慮 也因為喝酒出現了可能性方面的不檢點 出現了那些問題 所以很多人喝酒出現了性無能 或者是性濫交 都有這些問題 當然喝酒令到人的思路方面 沒有那麼好 因此睡覺又出現問題 當然是孕婦來講 忍酒會傷害寶寶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喝酒是帶來很多很多問題 但是很多時候 你跟一般人說 他雖然自己是有喝酒的問題 但多數人都不承認 我沒事的 我喜歡喝就喝 隨時戒就戒 很多人有問題的人 都是有這種 自己都不察覺的 我們怎麼知道 你真的開始有這個問題 有什麼跡象可以看到 如果你開始走 因為你喝酒喝過龍 但又無法上班 走幾次或者無法上班 其實這是一個跡象 也有些情況之外 你明知就是危險的 比如手後駕駛 你明知是不應該做的 但你都忍不住 你都要喝 你都要喝 駕駛車之後 你都戒不了了 喝了再算 這是一種 飲酒導致自己 進入一個危險的處境 大家都不理會 你都知道是一個問題 是 可能因為你打酒 因為喝過多 導致吵炒 家頭打架 或者酒吧打架 這肯定是一個問題 有時候 你不能停 好像覺得酒 越多就越好 感覺上 有些人喝一杯兩杯 沒問題 但他越喝越需要喝 我遇過這些朋友 他直接求你 要喝下去 他最初一杯兩杯 沒所謂 他喝了三杯四杯 他就在那裡喝 喝到六七杯 那肯定就躲下 這是一種很明顯的問題 也可能 因為你是戒酒的期間 出現了什麼問題 那人震斗 飆冷汗 那人作悶 睡不到覺 如果你因為不喝酒 而出現這種症狀 也會顯示 你已經出現了喝酒的問題 可能有些情況之下 你覺得有些不愉快的情況 或者覺得不喝酒的人 不舒服 那些酒飲發作 很不舒服 是迫到你 要繼續去喝 那一個跡象是有問題的 有些時候喝 你可能 你明知你不能喝太多 但你是控制不到的 喝過量 經常都是喝到你自己能够處理的份量 那你也不能停 你也不能吸收 你想也做不到 那這些情況 都是顯示 其實你真的出現了一個酒的問題 上了人 是的 那所以 都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 那我在我的診所裡 我也遇過這些問題 有些年輕人 他是戒不了的 當然家庭可能很好 他沒有所謂 他不用上班 總之他就沒有 他媽媽就傳他過來 但是他的案子 其實我當時也不能治療 因為他是沒有動機去 他沒有動機去 那我當時試過 試過一段短的時間 那這個案子 我當時也不能治療 但當然 在我們的診所裡 我們都不是很多有機會去治療 因為大部分人 都不承認自己有事 那家裡就算有事也好 都不知道哪裡去治療 那香港沒有什麼 戒走中心 我相信沒有什麼 香港也都有 在俄國也很流行 Triple A Alcoholic Anonymous Association 原來Triple A 是哪個創辦人 是有兩個創辦人的 其中一個是早年的同類療法醫生創辦的 哦 這個背景挺有趣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中一個醫生是同類療法醫生 那好了 在同類療法裡面 當然也有很多工具 去幫助別人去戒走 如果我們遇到一些特別症狀的時候 首先我有一些方法 例如我有一些草藥 一種叫做 Quarkus Glandium Spiritus 這是一種草藥 我想很難翻譯 因為我查過字典 叫做全皮諾 即是有邊讀邊的 來和大家翻譯 聽了都不知道什麼 是Quarkus Q-U-E-R-C-U-S Quarkus-Glandium G-L-A-N-D-I-U-M Spiritus 即是酒精融出來的 那這種我們有時候 是幫助別人 因為喝酒出現頭暈 聽覺出現問題 或者有耳鳴 我們希望有些人 當然一需要喝酒的時候 就喝這些草藥滴劑 會讓它有一種酒引 可以抗拒得到 那Quarkus Glandium Spiritus 是其中一種草藥 還有一個草藥 大家都知道 是當歸的 當歸都有這種幫助 是 當歸的酒精抽取液 一日三次 每次喝五滴 亦都可以令到你 見到酒都很厭惑 最好就是這樣 吃了之後 你見到酒都不喜歡 很厭惑 這肯定有幫助 還有一個叫 Trofantus Hispitas 我翻譯不了 這也是一個草藥 幫助別人 因為喝酒 導致覺得很厭惑 令到你喝了之後 你見到酒 就覺得很厭惡 很不喜歡 這就是童話療劑的草藥 幫助他 當然 當然 香港來說 我相信我都不認識 有什麼的中心 會幫助別人去戒酒 當然 如果在戒酒裡 他出現好像戒毒那些 不適 我剛才所說 他人的震鬥 飆冷汗 作悶 嘔 很激動 以及睡不著 這個情況 在我們的同學療法 我就可以 根據他的症狀去落藥 這個同學療法 一直都可以這樣做 當然 始終 處理的治療 最好就是 不要在飲酒問題 已經病入高科的時候去做 最好就是盡量去防止他們 但是你說有些什麼人 是會有 就是會有 就是喝酒 喝到不受控制 其實是很有趣的 就是有些人 可能他的體質關係 是容易控制的 有些人 雖然喝得多 他都可以控制得到 我覺得是跟他的體質 是有關的 就是有些人是這樣 很容易會出現問題 也可能有些家族性的 我也認識一些病人 是幾代都會有這個問題 這個可能是一個 遺傳的體質 導致他這樣 好了 如果我們遇到這種情況 就是我們 一種情況 我剛才所說 希望給這些工具 當歸 諾皮 例如荃皮諾 Croicus 這些 Strofantus 這些草藥 希望令到他 對酒開始厭惡 那他不喝 是吧 但是有時候 不是的情況之下 我看他的症狀了 我妹妹兩個女兒 在澳洲讀書 澳洲的人 那些中學 就個個都喝酒 那我妹妹其中叫我 叫我不要 避免小朋友去澳洲讀書 就是因為 喝酒的問題 是很普遍 很嚴重的 那我妹妹兩個女兒 就很有趣 她懂得怎樣處理 如果是 翌日早上 喝到醉了 醉了 她頭痛 又經常起不了身 作噁作悶 她就吃了 Nuxmormaker 我知道了 她在家撐Nuxmormaker 知道她昨晚喝了酒 那Nuxmormaker 是一個最主要的療劑 那通常那些人 喝了酒之後 就起床 就很貧疹 就是肝毒的症狀 很貧疹 睡不醒 你對聲音特別敏感 對氣味特別敏感 那經常覺得 好像作悶作嘔 這些症狀 那這個就是 Nuxmormaker 的療劑 好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有些什麼呢 譬如有一個療劑 就是Sani Saniacum 那Sani的症狀 她喝了酒之後 她的病 就感覺整個胃 好像火燒 那樣 也很焦慮 她人很焦慮 很悶症 很悶症 而且是很不安的 那一種消化的問題 也可能會有肚射 一個胃部 有很多灼熱 很焦慮 很緊張 很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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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是Asanicum 的症狀 還有一個Azarum Azarum Azarum A-S-A-R-U-M 這些人是 最走光的時候 她對於聲音 是特別特別敏感的 但是如果她用冷水 沖一下抹一下 就會舒服些 如果你發現 一個人對聲音特別敏感 我們可以用Azarum 這種藥 另外一個就是Cardius Mariana 這是一個很普遍的 對肝的 你也知道 酒傷肝 所以 逢真是護肝的療劑 應該都會幫助 Azarum 的症狀 作門 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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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的 酸酸綠綠的 其他人都會瘋 如果出現嘔的症狀 很厲害 可以考慮 Cardius Mariana 另外一個就是 Antimonium Crudum A-N-T-I-M-O-N-I-U-N Antimonium Crudum Antimonium Crudum 通常人的症狀 很不安 很不安 又哭 又憂鬱 而且不想被人碰她 不想看她 總之她總是很不開心 你看到她的胃很不舒服 喝了酒 傷胃 尤其是她喝酒太多 喝白酒、紅酒太多 出現胃的不適 如果看一條症狀 很厚 很白 這是Antimonium Crudum 的症狀 另外一個就是 Cochicum Cochicum的酒 通常喝有氣的酒 她喝了酒之後 聞到食物都覺得作悶 有很多孕婦都會有這種症狀 她孕婦懷孕的時候 有時候她一聞到食物 都很敏感 作嘔作悶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她喝了一些汽酒 或者是香檳 等類 導致她的症狀 一聞到食物 就很厭惡 然後氣味都受不了 我可以用Cochicum 在同一個療法 當她喝了酒之後 出現了症狀 我們會視乎她的症狀 來幫助她的 這是一個同類療法 我們在這麼多年裡 一直都可以做得到的 但你知道 酒精導致的一個問題 我感覺上 在外國人 似乎比較多些 很多朋友 跟外國同事 她真的有很多外國老闆 因為喝酒 是令人離職 她真的有太多問題 那當然 喝酒的人 她的死亡率 是高於一般的 兩到四倍的 有一個研究 她用12,500個個案 她說 喝酒多的人 她的死亡率 是多於一般的 一般平常正常的 是兩到四倍的 那酒多少才算是多呢 一般醫學上 你發現 如果你喝150ml 的醇酒 長期喝 你肯定的肝 都是很難受得住的 有些人喝得住的 有些人就不受得住的 我就不受得住的 我一喝酒 我就馬上温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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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種說法 我肝的主理酒精 那種肝叫做 Alcohol dehydrogenase 那種 那種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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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脫氫 有些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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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們的肝 我們肝裡面 有這種酵素 就把我們的酒精 轉為 aldehyde 由aldehyde 再轉為 acetate 這些aldehyde 它儲蓄得多 就會影響我們的中央神經系統 就像麻醉藥一樣 使我們中央神經系統 出現它的問題 當然 大家都知道 喝酒多的人 神經系統的障礙 情緒 性格的改變 判斷能力差了 活動動動作方面 有時候會抽筋 還有肝炎 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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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的疑狀戰炎 多方面的神經線 心臟 還有神那方面的損害 也有些人 喝酒出現指斑症 血小板不足 導致出血性的貧血 也很多時候 肝炎化 最大的問題是 會傷肝 導致肝炎化 肝炎化 肝炎是一個很重要的化工廠 身體有二千多種化學的反應 膝炎化 肝炎化 肝炎化 是一種排毒器官 肝一損 肝炎化 肝炎化 很多地方相應會有問題 這是一種酒精問題 大家要重視它 哪些人能夠幫助 哪些人會容易喝酒 都是因人而異 可能是很多人的性格 特異之處 很容易控酒 也有些人 虽然喝了很多 都能够自控能力很高 这真是一个体质的问题 刚才我所说的 有几个工具之外 同学疗法其实一向以来都有 还有一个工具 或者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在同学疗法的医学文献经常说 就是用硫酸 硫黄酸 用硫黄酸 是可以医慢性醉酒的问题 通常这些人 可能已经瘦得干 身体质很寒 还有没有胃口 这种情况之下 我常说用Nuxvormiga 一个很常用的 正常情况之下可以用 还有一个是对一些严重一点的 已经长期的醉酒的人士 我就用Sulfuric Acid 用法很简单的 我将硫黄酸 滴一滴两滴 到食物或饮品那里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也有些人试过 将这些Sulfuric Acid 你将它成为同样疗剂 然后用它一滴 然后再加水 加水 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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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次 然后拿一滴 然后再加99滴水 泡水 30 当然了 如果你能够买到硫黄酸 硫黄酸也不容易买的 你去那些化学材料的地方 我以前中学的时候 我也去买很多 以前中环的店铺也能买的 我相信今次已经没有了 你去新增症的地方 我想都难买得到的 但同样疗法里面也有硫黄酸疗剂 所以也是一个常用的方法 除了这个之外 Nuxvomica 还有一个就是Applecinum 因为有些人喝酒太多 身体虽然水肿的问题 遇到这种情况 那个人可能也很口渴 那个肠可能有很多敏感 这种情况 我就用一个 remedy 叫Applecinum A-P-O-C-Y-N-U-M Applecinum 在同学疗法的经验里面 我们也处理过很多这些 和控酒有关的问题 也可能和吸毒 那些隐君子的同学疗法 一直都有些工具可以帮助他们的 那袁医生 刚刚才你为了淤酒这个问题 就介绍了很多疗剂 那有没有一些天然的方法 或者有没有什么食品 怎么样呢 除了我们服用疗剂之外 有什么解决方法 这个问题 刚刚我们公司进了 有了一系列的影碟 有很多是Documentary 其中有一个是聚述的一个 这个影碟叫May I Be Frank F-R-A-N-K May I Be Frank 意思是说 我可否老实告诉你 但这个Frank 亦是一个人 这个讲述 有一个意大利的人 叫Frank Ferranti 他54岁 又肥又老 又depressed 又吸毒又喝酒 就是一个很多健康问题的人 那他有一次就走了去 去了一间三藩市的一间餐厅 那这间也是有机 有机organic vegan的餐厅 这个餐厅的名字 叫做Cafe Gratitude感恩餐厅 可以这样翻译 那他去到那里 就认识了那个餐厅的那些 几个老板 老板的朋友 那有一次 那个老板就在餐厅 就是招呼他的时候 那他就问他了 这个叫Rylan 他就问他了 他说 有些什么 你是在临死之前 你真的想做的 他就问他这句 那Frank 就当时他答复呢 我希望呢 我可以重新再投入爱河 嗯 但是你看我呢 好像我这样 鬼有人喜欢我吗 那这件事呢 就是触发Rylan 这个Rylan 就是这间餐厅的老板 老板 还有他的兄弟 Carrie 还有Corner 就是他这三个朋友 是转这间餐厅的 那他就觉得 嗯 我们可不可以试下 改变 救这个Frank 那他就设计了一个 一个方案 就用42小时的时间 要将Frank 是Transform 改变了他 改造他 可以说改造他 42日 还是42小时 在我们 他最近很多电视台 很多电视视台 改造人的形象 是 外表 是否将一间屋改造 这些挺有名的 但是现在他所说 是改造一个人 嗯 那他跟他就签约了 大家一个 一个 一个 就42小时 Frank 只能够吃那些 生的 42日 是吧 只吃RAW Food 就是他 他的餐厅供应的RAW Food 是 那他就叫他 就是Gratitude 要感恩 然后不定要进行感恩 是 他也带他一个 当地的一个 Holistic doctor 就是自然疗法的医生 跟进他 那还有每天 每个星期 去洗腸一次 嗯 好了 那在这三个人的帮助之下 在42日里面 这个醉酒鬼 吸毒鬼 肥胖 又有肝炎 私形的肝炎 嗯 又整天都累到 什么都做不到 的人 是将他 全部是改造出来的 改造过他 那些饼带 就是在外国 就是90分钟的带 那就是 挺有趣的 那也都很多的参 就是参选 就是参选 很多的参选 很多的 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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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些 就是至少入选 在Sauce Little 2009年 在2010年的另外一个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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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那很多参选 是 那起码 那是值得看的 那就是 那起码让你知道 那些问题也好 其实呢 我们是可以用我们的改善 我们的饮食习惯 生活方式 都可以将我们的人 是改造过来的 那当然 同类疗法是一个 很好的工具 很有效工具 那 那除了同类疗法之外 在自然之外 里面 我们可以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是吧 那和You are what you think 是 那就是 那就是 他每天都要 affirmation 要感恩 他一串也叫他毒 那很好 那当然 他朋友每天都要回报 那就是 他三个朋友 就是轮流看着他 他一定会 回报 他当日做过那些什么 那整个片段 讲整个42日的 他改造他的路程 那是值得可以看的 就是让大家知道 这个世界上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 什么问题都好 其实我们自己 是可以 可以早些去 去改变自己的 那这个人都很幸运 啊 认识到这些 那么好的朋友 那这一节的时间 暂时去到这里先 我们休息一会 转后回来再谈过啦 哎呀 你转天来 风湿骨痛 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 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一个 分享一下给儿婆啦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 288248400 网址是3w.h-e-a-l-t-h-s-h-o-p-dot-com-dot-h-k 我们今集又为各位听众介绍一些健康产品 原医生每年都去很多不同的地方看展览会 会搜索一些不同的工具和食物回来啦 例如今年3月呢 他就去了LA 4月就去了倫敦啦 那我们今天也都又是请到 六创二同罗湾店的Eddie上来 帮我们介绍一只产品 Eddie你今天准备为我们介绍些什么呢 各位听众你好 今天我会介绍一个蜜糖 我想大家都很熟的啦 蜜糖这种 又很甜又很好吃的东西 一般相信大家都知道 百花蜜啊 或者是其他什么泥芝蜜啊 都很多的 但我今次还怎样介绍的呢 其实是一个 在纽西兰出产的叫做蜜洛卡蜜糖 蜜洛卡 蜜洛卡 是的蜜洛卡 因为蜜洛卡蜜糖呢 是一种有治疗作用的蜜糖来的 是非一般我们所吃的蜜糖 那么 首先呢 我又介绍回它的用途啦 或者是保健方面的东西先啦 因为 讲了之后 那我又再告诉你 其他有关的东西啦 那么 在消化系统方面呢 它是可以对我们 胃酸啊 在胃肺痒方面的东西啦 还有喉咙痛啊 感冒啊 腹射啊 胃炎啊 那就是消化性的沸伤啊 那还有眼睛 喉咙的感染 抗生素的感染方面 腸胃的终合症都会有帮助的 那另外在外用方面 那也是对我们的伤口啊 沸伤 烧伤 肯射 和关节炎方面 就算去到昆蟲咬到啊 那另外一样呢 就是 在糖尿病呢 因为它很难预合到伤口呢 它都可以帮助到的 那挺有趣的啊 很多人觉得 哇 糖尿病是糖太多啊 对不对 但竟然呢 当糖尿病出现那些 溃揚性的伤口呢 那一种有效的处理方法呢 就竟然塗蜜糖下去 是啊 这个是很好的用途的 那就算是消费桶 其实这个处理方面 是很容易的 因为我们其实就这样 放下去 放在口里 就这样吃 都没问题 又不需要 怎样去特别的处理 那就可以达到每天 那你就这样吃 那就是 老人家啦 小孩子啊 个个都喜欢吃的 那也都有一些 那些个案 或者我又说一说 那好像我们有位同事 Della 我想很多人都会相识她的 那有一次她说回 她的女儿呢 有一次在个运动场方面 就做运动 那但是呢 就因为 大家都是 我想是一种误狀 就被一个小朋友 推到她落地了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她的脚呢 就拆损了 但是她的拆损方面 都挺严重的 因为她拆到皮 就差不多都没有了 都看到肉 那她当时 其实只可以做到些 什么呢 因为她刚刚有一瓶蜜糖 那她就把这些 文禄卡的蜜糖 就塗上去皮肤上面 那她塗了方面 那她回到家 那当然了 她又要用一些沙布 要盖住她 就不能这样塗在那里 因为她也有其他的感染 那她塗了回到家 然后隔了两天 那她慢慢的 原来她就 原来是 那里已经不会再 有 已经出了些水 或者是 已经慢慢变好了 那这个是一种 其中一种个案来的 因为一般来说 那些人都是 在蜜糖 都人都惯了 烧箱 很多人都是用蜜糖 加一些蜜糖 加一些蜜糖 那这个我以前 香港有一个很坊间常用的 一个 我叫她永华 烫火炉 大家记不记得 军人都会的 以前打仗 是的 就用一些蜜糖 混合蜜糖 对那些烧箱的伤口 我记得Bella说过 她说她的女儿 直接刺到 还被人后面踩下去 她是磨得很深的 白了 那当然一般 处理伤口也是 先拿些干净水 不要用发酷油 不用那么多 用一些干净水 来洗净 把一些脏东西 例如一些沙 刮走它 接着她塗了一层 很厚的蜜糖 接着沙布 盖着它 翌日到翌日 整个伤口都会干净 不会发现 因为一般来说 就算你用很多 以前的人用的 那些红药水 你知道 红药水是一种毒药 现在已经发现 它证实 红药水 会伤害你本身的细胞 是 我不知道 令到你本身的问题 是更加差的 所以很多时候 你已经看到 肛间已经很少了 我小时候 很久没有见过 蓝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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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药水是一种 一种染色物质 也有些阻止 阻止細菌 叫Bacteriostatic 它又不是帮你 杀光它 但是这些是毒药 所以令到你自己本身的肉 都 细胞都毒死了 结果你复养的时间更长 所以今次今日 已经学到了 学精了 我都不需要用这些东西 我只能用一些 有成几千年历史的 上帝千年给我们的工具 就是蜜蜜糖 就是蜜蜜蜜 蜜蜜蜜 都是对这方面 是外用方面 都是很好的 那我们为什么介绍 我们 大家都知道蜜蜜蜜 那么多 市民有很多 蜜蜜蜜蜜蜜 但是为什么我们特别介绍 纽西兰的蜜蜜蜜 因为蜜蜜蜜 蜜蜜蜜 有一个很特别的标签 它叫做UMF 有一个数字 Eddie 到底这个UMF 是代表什么 我只是觉得蜜蜜蜜蜜 有特别标签 很明显 是一种纽西兰的标准 是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UMF是什么 UMF 因为它在蜜蜜蜜方面 UMF 只是在纽西兰才会出现 因为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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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会有一个MALUKA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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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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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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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由紐西蘭的淮卡托大學 University of Karkato 一個教授叫Peter Monnett 在十年前提出的 他用一個方法 證實如何分開了這個吸素 吸素如何分開呢 其實就是他用一種細菌 用細菌放進蜜蜂上面的蜜糖 即是蜜糖的殺菌的能力 是嗎? 定了這一級 在殺菌方面 這隻殺菌最高的 他定得最高 一路如此類推 就變成分出來 但是蜜糖每次採回來 因為每次都不同 所以每次都要做這件事 每間蜜糖公司都要每次採回來 每次都拿去這個協會去評定 通常如果在這個排法 他由5至25來算 就已經一般有個級數 通常由4就已經檢驗不到出來 去到59方面 就已經可以有治療級數 但是當然去到10、15、16 就已經可以叫做醫療的級數 這是最好的蜜糖 即數字越高 它是一個數值 這個數值代表殺菌的能力 他差不多參考了抗生素實驗的方法 用回來的 就是把蜜糖放在細菌培植 例如Arga Gel裡面 看看它的殺菌能力 那麼那個數值 那個數值越高 就說它的殺菌能力越高 對嗎 相對來說 可能它的價錢也會高一點 對呀 它可以去到數百元 最貴差不多是數百元 那麼通常呢 如果我們一般 你看回 如果我們是想說醫療的 那麼你就用一隻最高的 那麼普通我們食用 那麼你用一隻普通的蜜糖 那麼兩樣一起在這裡 都是很有用處的 很多人呢 我知道 他會特地去找這件事 因為他為什麼 他有一些優緩鵝存菌 就是胃酸過多 胃液倒流 啊 胃潰陽 那麼這個是香港人的通病來的 那麼我知道了 現在最新的檢查的方法呢 就是拿來那個吹氣的 看你從你的氣體裡面 就是胃裡面的氣體裡面 你可以看到到底 幽默磷螺旋菌是多少 但是一般人覺得 整天都好像 胃痛是很常見的問題 那麼所以呢 就 是很多人都開始用抗生素 那麼喪原抗生素 在短期來說 可能會有幫助 但是始終抗生素的副作用很大 那麼也都很多人試過 用了一輪之後 都會復發的 就是早前就說 哎呀 有沒有螺旋菌 搞定了 那個發明這個的 那個澳洲醫生 好像中了拿到諾貝爾獎 那麼打算 原來我們找到一個答案了 那麼結果發現呢 原來那個問題呢 不是只是 原來就是抗生素 可以處理得到的 那麼最簡單的做法 是用三種不同的抗生素 來圍攻它 但是結果效果都是不行 就是它都一樣會復發的 那麼所以呢 如果一些天然的工具 好像Milka Honey 那你只是在買那些 指數比較高一些 你當作一種治療功效的蜜糖 蜜糖本身是一種很有益的蜜質 那蜜糖裡面一般來說 除了它的主要成分 其實有什麼營養成分在這裡呢 我們有沒有這方面的治療呢 除了糖份 我知道糖份是比較高的 那麼其他方面呢 它們有沒有做過檢定呢 它經過它們的檢定 其實它裡面就有些碳水化合物 其實大部分有果糖 葡萄糖 都佔70至80%左右 那麼蛋白質方面呢 它在蜂蜜裡面的蛋白質有4至7種 那麼另外一些呢 有些在三種就是在荷蜜裡面來的 那麼另外就是礦物質 那礦物質裡面呢 就是很多的 根本有的 鐵啦 銅啦 甲啦 鈴啦 烏啊 新啊 蜆 鎂 鱗 鈣 都有的 那麼也都有其他的微量維生素 都在裡面的 即是在自然界裡面呢 這些微元素是比較多 就是很豐富的 那麼我知道也很多人呢 就知道蜜糖是可以治療那些 就是花粉熱啦 就是鼻敏感啊 那樣的 是呀是呀 沒錯 那這方面的 就是在蜂蜜裡面 有這方面的資料多不多呢 就是有沒有一些案例啊 這個正是我們有一個案例 就是我的朋友 那麼他就 總之去到春天啊 或者是 出入冷氣的地方呢 他的鼻子就真的很不空 那麼我想他經常都拿著 那包紙巾 那麼就一直滲 那麼 總之呢 有一次呢 就 有個朋友呢 就介紹他用這個蜜蜜蜜 那他就一直 開頭都不太相信 那麼他覺得蜜糖其實是一種甜的東西而已 吃了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麼 那麼 但是 總之他都 嘗試了 那麼他就 開頭就一根 就一直吃了 那麼 開頭都會比較 還是 有一點點影響的 那麼慢慢 他又吃一下吃一下 那麼 然後 他就感覺到 為什麼好像我這陣子 不需要用紙巾 早上起床 都不覺得在這裡滲鼻涕的呢 那麼他自己都不記得了 原來 他那個慣常的動作已經沒有了 那麼 然後他就一直 都一直去吃 那麼 然後他一次 他還去到外國 那麼英國 啊 其他地方 那裡更厲害的 那個感覺 他覺得是 但是 原來他已經 戒斷了這個 這個習慣 嗯 就是那個鼻敏感 好 是呀 他完全是 相信了 原來 Maluka 是可以幫到他的 嗯 因為他有親身體驗 對呀 沒錯 我們現在很強調 有機 我們健康 陸商健康一點 我盡量那些產品 都是找一些有機的來源 嗯 但是我發現 這個Maluka honey 在那個標籤上 他又沒有說自己是有機 那麼他是不是一種有機的蜜糖 說是不是的呢 這個分別就是這樣 Maluka Maluka 如果是沒有指數的 他們是有機的 但是如果當他有指數的那些 就是 是一種叫做特效 就不會叫做有機 因為他是要一種 重新去做一個測試 跟普通的Maluka是不同的 其實他是有機的 只不過因為要進行這些 就是一個鑑定 就是UMP的鑑定 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不符合了 反而不符合了 反而不符合了所謂的有機 這個這個 因為你有些東西做過下去 是不是 是的 沒錯 所以其實本身是一個有機的蜜糖 是的 是的 大家很多人都會用 這個可以在家裡的廚房的食物裡面 也是廚房的藥物 我們叫做Kitchen Medicine 是一個我相信家家戶戶都應該上臂的 香港的鼻敏感是很普及的 很普遍的 十蚊仔的整傷跌傷 也都可以這麼說 沒有一個十蚊仔在成長過程中 還沒有經歷過這種扭傷 還沒有經歷過這種扭傷 我們在這方面 可能如果說了哪個雜誌 說哪個哪個 可能都會比較沉悶一點點 但起碼你知道 這個Mannuka Honey 是跟一般的蜜糖 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它的有效成分 其實已經是做過很多的科研 以及這個UMF 這個數值 是Mannuka Honey才獨有的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去採用 不過聽眾買蜜糖是需要特別小心的 其實外面很多普通的 剛才說什麼八花蜜 其實蜜糖都是高危產品 很多蜜蜂現在都是 用的糖水、抗生素 居住環境很擠 所以如果可以在 剛才Eddie提過 如果蜜糖是自然的 就會好得多 因為他們餵什麼給蜜蜂吃 我們都是吃回肚子 所以蜜糖是值得 付出多一點點價錢 去買天然一點的 或者我順便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們陸倉健康地 最近有入了二十多個DVD 那些紀錄片的資料 其中有一個是說風蜜的消失 消失的蜜蜂 消失的蜜蜂 前幾年兩三年前已經說得很生氣 亦都說來說去 沒有人說出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亦都不知道 我記得有一次去加拿大 亦都去參觀風場 亦都跟那個人提起這件事 他都是含含糊糊糊 是沒有答案的 大家都是猜來猜去 真正的似乎都好像沒什麼人知道 亦都好像不理了知 我都以為 目前都是不知道那個答案 原來不是的 我們根本知道了原因 在這個Documentary上就說了 這件事在十年前 在法國是出現過的 現在連中國都出現 法國那些農民 那些養物的人 已經查根究底 發現了其實原因是一種 一種有機性 Systemic的一種殺蟲藥 那這種藥是導致 這些蜂蜜大量集體消失 死亡的 自從法國那些養蜂的農夫 那些人就要求政府 絕對要禁止這種殺蟲藥 那那個蜂蜂就立即恢復了 大家知道了 我們的食物的環 所有食物的需要黃蜂幫我們去播種 超過九成的播種是由蜂蜂做的 是的 安因斯坦說過 如果這個地球上蜜蜂消失了 不知道它是三個星期 總之一段短的時間 很短的時間 我們就死了 這個地球的食物 地球人就會毀滅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但我們傳媒其實都沒有說出的答案 始終我們都知道 都沒有怎麼說 原來為什麼他們不肯說呢 原來那個問題就是這些大公司的殺蟲藥 在十年前法國已經知道了 那今時今日呢 我都是聽到之後 問人都是不了了之 都說不出真正的原因 原來發現某種的殺蟲藥 是導致蜂蜜的消失的原因 這個DVD在我錄創鏈也有得買的 大家其實知識很重要的 我看過那個蘋果魔界的經濟都很強調 資訊不對稱 是令到一些沒有知識的人很吃虧 吃虧到什麼呢 有些人是無端端是因為沒有這個資訊 而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 是導致死亡的 所以這個真的是 我們的健康電是很強調 以及我們電台的節目 我都希望給大家更多有用的資訊 是令到提升大家的生活質素 Eddie 我知道錄創意有超過2000個產品 我們如果每個星期只講一個產品 我們要講很久 我是不是可以因應我個人需要 向你作出一些提問呢 可以的 可以的 我本身是近時好心的 每邊成800度 那有沒有什麼產品是適合我用的呢 我們有一隻是叫做眼鏡來的 或者這隻可以幫你試一下 在我的眼方面調節一下 我們叫做針孔眼鏡 如果正式叫做雷射視力改進器 是怎樣用的呢 是帶出街還是在家用的呢 其實是一個眼鏡裡面 它就不是用玻璃來改善你那個折射 光的折射 它是用一些針孔的 整塊玻璃膠片裡面 那個眼鏡片裡面 是很多很多很多孔的 這個設計在美國政府 就已經拿到一種特別的發明的專利獎 其中有一位美國的 外科手術醫生 眼外科手術醫生 David Cameron 曾經說 這個Laser Vision 即是雷射視力改進器 是可以令一般都市視力的毛病 譬如近視、軟視、散光、腦花的人 都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點 亦都可以甚至乎 比他們原來的眼鏡 甚至乎隱形眼鏡更加有效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的 你記得我們前一陣子 我在英國回來 我就拿了很多新的資料 關於視力的改善問題 我也跟大家提一提 我們有一種有一個Pint Hook 其實我們在陸廠有了十幾年 外面也有些公司企圖買過 然後沒多久就沒有再有得買了 好了 我說了之後 我有一個病人 他就買了一副給他的兒子用 他自己沒有想過 聽過之後他就開始用了 原來他有八百多度近視 同一樣 好像七、八度近視 他就用了大概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左右 四個禮拜左右 他竟然那個近視 由七、八度縮了到五百度 他連七、八度的眼鏡都不能再大 他跟兒子覆診的時候 他就提起這件事 說給你聽 其實我們公司有很多工具 不是每個工具 我都有自己的親身經歷 我自己也有近視 四百幾百度 我也沒有耐性去用這個工具 但是我也想不到效果可以這麼厲害 他好像說三個禮拜 他怎樣用呢 他每天看電視機 看電視的時候 就用它一個多小時 他只是看電視 每天這樣用 就是很有定期耐性地去用 做出這種效果 在診所裡 他說我現在用一副眼鏡 我不用得了 因為我已經浸了二百度 反而看起來很暈 對 他戴了之後會暈 他平常就脫了一副眼鏡 我說你能否看到我的樣子 他說我看到會比較萌 但我以前是七、八度的 就是用這個這麼簡單的工具 這件事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很久的歷史 也曾經在外國拿過發明專利的獎 它的作用就是這樣 你知道有些人看東西看不新 我們會怎樣呢 我們會睁著眼睛 是的 即是說當我們睁著眼睛 那個節光軌跡是會改變的 當然如果我們的眼睛經常睁著看 我們的眼睛會累 因為肌肉會疲勞 也有一種解釋 為何我們會近視或視力退化 都是因為我們經常睁著眼睛 即是睁著眼睛和眼睛 肌肉用得太累 所以說近視的問題 近視的問題 是我們圍著我們控制 我們眼球動動的肌肉 這個緊…即是那個緊… 即是那個緊… 那個緊… 那個緊… 是導致我們近視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是可以… 是用那種方法 是訓練我們眼部肌肉 是放鬆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改善我們的視力 以前的理論就說不是的 我們近視是全部受控於 我們的眼球前的眼睛 這個晶體 是有一種細微的肌肉吊著它 而這種肌肉不是隨意控制的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近視之後 其實我們是無法改善得到的 這個過去的理論是這樣的 但有一位Dr.William Bates 是一位很出名的 紐約 Cornell大學的 著名眼科教授 他就認為不是的 我們眼的近視的視力 是控制於我們的眼球肌肉 如果你有那種運動方法 可以放鬆你的眼球肌肉 你是可以改善的 他出了一本書 叫做 《Better eyesight without glasses》 這是很久很久以前 一個很出名的書 裡面教你很多很多不同的眼部運動 他亦都… 一個很出名的… 好像Alex Carroll 我不是很記得的名字 一個很出名的文學家 他用他的方法 在海灘裡面 沙灘裡面 是生活了一年 完全不用眼鏡 是將它差不多半盲的近視 治好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工具 來的 在我們健康店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Eddie 可不可以介紹給我們 有什麼款式在這裡 現在我們店裡 有三個款式 一個是卡式 另外兩個是運動 運動型之中 有一個可以叫做戶外 因為它有一個太陽鏡片在外面 價錢方面 其實都是二百多至三百元 差不多 我們以前有一個 是不是小孩子用的 都曾經用 是的 那個是因為很多人需要 暫時都斷了 慢慢會進入 這個戴上去就像 《Harry Potter》 那些眼鏡型 挺有型的 很有趣 真的很喜歡戴的 其他就像 太陽眼鏡 好像 那些運動型 那些弧型 那些眼鏡 有一個 直接加上太陽眼鏡的膠片 所以你戴出去的時候 人家看起來 就好像是一種普通的眼鏡 不是一種特別的 好像很多針孔那些眼鏡 也挺舒服的 當然 記住 有恆生 我們已經試過 聽眾的病人 已經試過 竟然在一個短短一個月裡面 他們不斷地去用 可以大大改善 當然 除了眼鏡之外 營養的補充劑 我也有很多其他 鍛鍊眼的方法 慢慢和大家分享 近時其實都挺麻煩的 我記得我小時候 因為看武俠小說 看了八集之後 一碗大隻眼就開始近視了 自此之後就好像做了一個眼鏡框的奴隸 好像困在這裡 打籃球又不行 打足球又不行 很多運動 我都不敢再做 所以能夠不戴眼鏡 是用一個自然的方法 是更改了視力能力 是值得去大家嘗試的 那好吧 謝謝 今天謝謝Eddie 為我們上來介紹了兩樣產品 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各位聽眾 如果有什麼意見 要提出的話 歡迎來到我們原網台的討論區留言 那好吧 今集時間到了 各位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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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 H EALING.COM.HK